大家好我是Cincia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Jungle缓存优化第七小节课程 Redis介绍 下面我们进入课程 本次课程的内容如下 第一是介绍Redis概述 第二介绍Redis安装以配置 第三会给大家介绍Redis一些相关的基本命令 这些命令主要是Gin相关的 且是Jungle Redis Cache缓存后端中用到的相关命令 第四会对Jungle Redis Cache缓存后端 做一下简单的圆满解析 最后给大家演示Redis基本命令的操作 下面我们进入Redis概述 Redis是一个开源的in-memory KeyValue存储系统它跟Mem Cache是类似的 性能高 但是很大程度上补偿了Mem Cache的不足 支持多种存储类型包括Stream List Set Reset Reset是一种有序结合 还有哈希 Redis的优点是非常多的 首先它是非常快 然后它是支持丰富的数据类型 支持的数据类型都是非常大多 就是大多数开发人员都知道的 比如说列表集合 有序集合 哈希这样 这使得它非常容易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哪些问题 在特定数据类型时处理的更好 而且Redis的操作都是原则性的 所有Redis操作都是原则的 就保证了如果两个客户端同时访问 同时访问Redis服务器将获得更新 更新后的值 这样子不会产生冲突 也不会取到旧数据 多功能使用数据 使用工具 Redis是一个多功能的使用的工具 可以在多个用力如缓传消息对列中使用 任何短暂的数据应用程序 如web应用程序绘画 网页命中计算等等 下面我们进入Redis安装与配置 在Ubuntu上安装Redis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执行sdue apt-get install redis-server 这一条命令就可以把Redis安装好了 然后启动命令直接就执行Redis-server 启动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检查我们的Redis是否正常工作 通过Redis-server i-mini 如果说成功进入命令行 那就表示我们的Redis是正常工作的 Redis在没有配置文件的情况下 会使用类似的默认配置 但这只适用于测试和开发阶段 在产品中我们是需要提供配置文件的 Redis.conf这个文件 配置文件的内容格式如下 keyword argument 然后后面就是你需要配置的argument 然后私利就是比如说slip off 然后它配置它的IPD是127.0.01 然后端口号是6380 在我们配置中如果参数是字符串 而且它的内容是包括空白的 我们就需要使用引号 将这个字符串引起来 关于Redis的配置详解呢 大家可以参考各个版本的文档 这里都有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去 有2.8的2.6的2.4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这只局里大家都可以去官网上找到 Redis的配置也可以通过命令行去传递参数 比如说我们启动Redis服务的时候 可以设置端口号 然后slave off这些参数 而且我们还可以使用命令在 命令在Redis运行的时候 修改Redis部分的配置 相关的命令就是config set 和config get 更多的信息呢 大家去查看config set和config get的一些命令详解 但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通过命令修改后的配置呢 重启Redis的时候是会失效的 因为它没有保存 下面我们进入Redis基本命令介绍 和死菌相关的命令 还有就是和我们那个Jungle Redis开始这个缓存后端相关的命令呢 都在这里 下面我们一一进行一个命令详解的介绍 像set命令 它的那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key 第二个参数是value 然后其他可显参数有ex px nx 和xx 这个命令呢 就是设置缓存kv 那如果key已经存在呢 会把当前的词进行一个重写 那ex参数可显参数呢 是设置过期时间的 它的单位是second px呢 是设置过期时间的 也是 但是它的单位呢 是毫秒 nx和xx这两个呢 只能选一个 nx是只有key不存在的时候 才会去设置kv键之对 而xx则刚好相反 那就只有key存在的时候 才会设置kv键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setnx keyvalue这一个命令 那它实际上呢 是相当于setkeyvalue nx这样一个命令 是当key不存在的时候 才进行设置 那当然我们还 那个redis还支持 设置多个建制队 那它的相关命令就是mset 然后后面就是keyvalue 如果有其他的keyvalue的话呢 直接在后面追加 getkey就很明显了 就是获得给定的key的缓存值 如果key不存在的话呢 它会返回一个nl的一个字 如果缓存值不是strain类型 它就会报错 因为我们的get只是trueless strain类型的 mgetkey这个命令呢 可以返回多个keys的缓存值 如果缓存值类型不是strain 或者是key不存在 只会返回nl 因为该操作是有点不会失败的 所以说它不会像前面一样报错 下面就是我们的increase命令 increasement 这个命令呢 是将缓存值加1 本操作呢 只能支持它64位的带符号的整形 如果key不存在 执行操作之前呢 它会将缓存值先设置为0 然后再进行加1的操作 如果key的缓存值type不正确 或者是使进行值不能被转换为整数 操作都会报错 然后另外我们还支持一个increase by这一个incrby这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可以将缓存值增加给定的那个数字 然后我们的decrease命令跟这个是一样的 但它刚好相反 它是将值减1 或是我们的decrease by是减少给定的值 那它其他的需要注意的都是跟increase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rename是重命名key 第一个值是旧key 第二个值是新key 那如果新key就key一样 或者是key不存在就会报错 如果说新key已经存在在我们的缓存中呢 它会用这个旧key的值对新key进行一个重写 然后我们还提供exist这一个命令 它可以返回存在的keys的数目 检查我们这些key是不是已经存在 返回你应表示一个key都没找到 这是多个key的 然后deokey算出给定的keys 如果key不存在呢就忽略 因为它是多个嘛 然后返回的数字呢就是删除成功的key的数目 比如说我们deokey1 key2 正是删除两个key啊 如果说它返回的数目是2呢 表示两个key都删除了 如果是1或是0呢 就代表有key没有被删除成功 Redis还提供一个keyspattern这一个命令 它是会返回所有匹配给力模式的keys的list 而我们这个模式呢 它支持全级式样式的匹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问号呢 就会match hello啊 hello啊什么的 然后就中间的一个 然后新号呢就会 比如说hello匹配 但中间呢可以有任意的数字 然后第三个呢 是会matcha或1 就是中间那个是a或1 然后呢 这一个呢就是非e 然后这个呢就是匹配a到b中的任意一个 Redis还提供一个ttal的命令 可以返回给定key的存活时间 这个命令当返回-1时表示key不存在 不是 返回-2的时候表示key不存在 如果说它返回-1呢 就表示key存在 但是呢 这个key是没有设置过期时间的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有一个key 它设置了过期时间 然后我们又想把这个过去时间 给它删掉 让这个key不会过期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persistkey这一个命令 执行结果返回1的话 表示成功删除了key的过期时间 如果是返回0的话呢 就表示key不存在 或者是没有设置过期时间 expirekeysecond的这一个命令呢 会为给定的key设置过期时间 那一个key的timeout 只有当该key被set或是getset重写以后 才会被删除 或是被重新设置 这就意味着 所有的修改操作 都不会影响timeout 比如说我们做 increase decrease 那它的过期时间 都是不会被触碰到的 然后如果说我们通过persist呢 那是可以删除一个删除过期时间的 那如果是执行rename 这key的过期时间 是会继承旧key的值的 比如说我们有key1 它过期时间是200 然后key2它是没有过期时间 或者是它过期时间是其他值 然后当前呢 它还有一百秒就过期 那当我们执行rename以后呢 比如说the namek1k2 然后呢 这个k2的过期时间 就会变 就会是被用ke的当前的100秒来替换掉 我们的flash命令 会清空所有的缓存数据 然后flashdb呢 会清空当前db的缓存数据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db有一个数值嘛 1234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进入的是某一个 默认情况 它是 你说你是进入了第一的db的话呢 那我们执行flashdb只会删除 这个1这里面的数据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db 下面我们进入jungle redis 缓存后端的解析 主要呢 会介绍这里面的 这些相关的函数接口 set get add setmany getmany 还有我们的increasement decreasement haskey ttl expile persist delete 还有clear 首先我们进入到jungle redis cache的缓存后端的 那个文件 就是这个cache 然后呢进入到缓存函数缓存这个类的一个接口 好我们先进去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set这个接口 那set呢 它实际上是在这个base redis cache里面的 然后我们进去 然后我们进去 好找到了 set这个接口呢它是当我们没有这个timeout这个参数的时候呢它最后执行的实际上是redis的setkeyvalue这个命令 嗯那如果说呃我们有待timeout这个时间哈 嗯那它最后实际上是通过呃大家可以进我们这个基本函数set进去看一下dset 啊如果说我们设置了timeout实际上它最终执行的是这个setnsetex这个命令 看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看我们它实际上执行的是这个命令 那对get接口在前面get接口它最后执行的是redis的那个get命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add那add呢它也是分的那如果不带过期参数呢它就会执行set 嗯nx那个命令就是如果说key呃存在的话是执行不成功的 只有当key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执行成功 那如果说我们带了timeout参数的话呢呃它会再执行一下呃 实际上它这个逻辑也是通过这个dashset这个函数实现的呃 它会再执行一下我们这个嗯exper 大家看一下那ifaddonly呢就会标其实就是标志我们这是在做add的操作 那它会先执行setnx然后呢呃执行成功以后才会去执行exper这个呃命令 我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实际上执行的是exper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etmoney setmoney呢它是应该是在这里面实现的 嗯 嗯这个这个setmoney呢它如果是设置多个建制队啊 然后没有带过期时间这个参数的话呢 它最后执行的实际上是mset参数 那看一下就在这儿 但是如果带了过期时间呢嗯它就会使用setex这个命令对所有的缓存进行一个一一的设置 就不能用我们的mset 因为mset那个命令它没有带可以设置过期时间的那一个选项 那对于我们的getmoneygetmoney呢最后执行的呢就是我们的mget的那个命令 嗯increase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increase increase是在应该是在这里面对在这里面实现的 嗯首先呢它会去判断我们这个value是不是这个key是不是存在 如果key不存在的话就会报valueerror的一个异常 如果存在那它就会去尝试使用increaseby那一个命令进行设置 嗯但是在设置过程中如果说遇到了reader's responseerror 那它就会做其他的操作 最后呢实际上是用set命令去先是把旧的支取出来 然后加上我们的那个我们需要增加的那个不长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重新设置 那decrease方法的实现呢它就非常简单 它这里面都没有重写 因为我们的积累里面是有的 它直接就是调用了我们的那个increase参数 increase参数 但呢它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要减少的那个数值呢 变成一个负数 你可以去进去看一下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decrease 那它实际上实际上直接调到就是我们的那个increase 然后呢把这个data参数变成负数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experse experse呢就实际上就是调用的radius的experse命令 然后呢has key 最后实际上是调用的experse 这个radius命令 然后我们的那个persist persist大家看一下实际上就只是只需要调用我们的那个 persist的那个命令即可 然后是delete 最后会调用radius的deal那一个命令 还有一个clear 哦 clear 他没有在这里面实现的 我们可以进到这里来 可以进 clear函数 如果说没有指定版本的话呢 他就直接就是去调用这个self的clear 他调用的就是这个dashclear这个方法 嗯 看调用的就是dashclear这个方法 他直接呢最后实际上是执行的RedisFlushdb 就是清空当前这个db的所有缓存 而不影响其他db的缓存 但是如果说你指定的版本的话呢 他就会用我们实现用这个redis实现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会依次将匹配 就是匹配这个版本的所有的那个key找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一的一个删除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redis基本命令的操作 我们现在已经登录到我的那个占点服务器了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redis的命令端 好 好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演示的呢就是set 大小写其实是都接受的 我们set k1 v1 然后set k2 v2 那他返回的ok就代表我们已经成功了 然后ex300 过去时间是300秒 好 然后呢我们在set nx 那表示就是 只有当key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设置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看下方法的结果 arrow看到没 哦 sorry这边报的实际上是一个语法错误 那我们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 那样的意思代表我们没有设置成功 我们现在getK1看是不是有没有被更改 当然没有被更改 那我们再设置一个另外一个 key3v3 是吧 然后我们再加上nx这一个参数 然后结果就是ok了 那我们getK3 就可以得到他耳直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xx这个参数呢 它是当我们的那个只有key存在的时候 它才会去设定 那比如说我们执行一个key4 然后v4 然后xx 这个应该是会返回失败的 看到没 那但是我们执行key3v3 -new 然后nx的话 结果 sorry 这边应该是xx 大家看了没 我们就执行成功了 那我们在get的时候呢 也可以得到我们的v3new这个参数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setnx 就是直接的这个setnx这个变量 它实际上呢就相当于我们刚刚执行的set keyv keyvalue 然后就是nx这一个命量 那比如说我们set key4v4 这一条就可以执行成功 那如果说我们执行再次执行的话 它会执行失败了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key4的值到底是什么 肯定就是v4了 那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mset 设置多一个剑制队 ctk5v5 k6v6 好 那比如说我们的getkeyview 也可以用的mget key5 key6 这个mset呢 它是没有只是可以设置过期时间的那个参数的接口 所以说呢 如果说要想对所有的那个 那个剑制队进行一个过期时间设置呢 然后还得依次进行用我们的expert去做设置 下面呢 我们再尝试一下get一个不存在的剑制队 让人看会返回nl的一个支付串 那我们现在尝试给大家演示increase increase key key 因为key不存在的 那照我们之前讲的话 如果说这个key不存在 它首先会将把那个key的那个缓存值设为0 然后再加1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再getk7 好成功了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执行increase by k7那加5的话呢就是6 我们再getk7 那 decrease一样的 如果说key值不存在的话呢 它会先把它设为0 然后再减1 那现在就得到了-1 getk8 赶回-1的 然后呢也可以 减少我们指定的一个数字 现在就是-6了 然后我们就是relem了 relem呢就是把一个旧的key字换成一个新的key 那比如说 我们把k8变成k9 那我们现在getk8 不存在了 然后我们getk9它就会存在了 但是呢 比如说 我们 还可以就是说 在relem的时候呢 那个key9是允许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k7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k7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在执行relem k7 k9 按照之前讲的 k9就会被k7的字替换掉 k7会被remove掉 getk7看一下是吧 然后我们再getk9 就变成了k7的字 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exists命令 来检查我们的 key字是不是存在 我先出了多了一个s把删除 删除 这里面k9应该是存在的 kn和k8是不存在的 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我现在的regis的版本呢 不是3.03的 这个版本呢 它比较低 所以说没有没有支持多key的 我看了一下help 那这个我当前这个版本呢 是只是支持单个key的 这里呢 这关于exist就不给大家再进行演示了 大家回去按一个叫新的版本进行一个尝试 下面呢我们使用一下我们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key 这一个字 keys呢可以查看你当前什么的key 那也可以就是做一个模式匹配 比如说key信号啊什么的 这些就是比较简单了 嗯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delete deal 比如说我们把k9删掉 我们再看我们的那个参数还在吗 好k9就被删掉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查看我们的那个过期时间 比如说k1 那-1呢它是代表没有设置过期时间的 如果说我们执行一个不存在的一个key 那它会返回-2 跟我们之前讲的是一样的 嗯 那下面我们来尝试给那个直设置一下过期时间 说k4 300秒 那我们再看一下 tl key4 那现在它就还有293秒就过去呢 现在又是289秒 嗯 如果说想取消 取消某一个key的一个过期时间呢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persist k4 好我们再看一下k4的 tl 好现在就返回-1了 那 a persist 如果执行一个对对一个不存在的一个key操作的话 然后就返回0 那radius 相关基本命令的操作呢就演示到这里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件 如果说大家还对更多的那个radius的介绍呢感兴趣呢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的radius官网去看 然后对于jungleradius这个缓存后端呢就可以到gayhub相关的圆码去进行一个研究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下一小节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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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